6月24日,《引爆者》在上海举行发布会,导演长征协主演段一红,于南,王景春,承盖深亮相,虽然每个人都是绝对的演技咖,但段一红和王景春却纷纷强调,大家一起合作,更多是擦出火花,而不是标戏,于南还在现场遭到段一红不依不饶的拷问,一定要他给出三位影帝颜值高下的评判。 身处众多影帝之间,作为唯一的红花,于南不仅经过不让须眉,甚至还被段一红尊称为男哥和大姐大。 回忆起拍戏的过往,于南坦言,自己和段一红最初没什么火花,彼此都不说话。 王景春也在发布会上直言,自己并不喜欢标戏这个词。 来拍这个戏就是为奔着这几个演员一块来的,我们在一块演戏觉得特好玩儿了,非常有那种化学反应。 而被于南批评还是爱标戏的段一红也表示。 我们是在成全一件事情,成全彼此的人物,这不是独角戏,一定不是独角戏,独角戏都是本着我压过你,你压过我,我最光彩了,那你演独角戏好吧,来就是要接受这种不同的化学反应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